大家好 今天我們講一下水險 有人聽過火險 有人聽過水險是甚麼來的呢 水火險也聽過 不過家居沒有水險這個字 也沒有water insurance這個字 即是home insurance 或是comprehensive fire insurance 水險是甚麼呢 水險簡直是說 上面那個叫marine cargo 那個叫水險 在水上運貨出船 正式叫做水險 因為叫marine cargo 正式你看到水火險 家居那些家居險 是叫property home insurance home and contents 通常水火險包甚麼呢 火器包 你燒了一間屋子 配備給你 水險通常是消防派 夠火也要水的 就是water damage 或者是水浸 或者是下雷潛田 有些颱風 浸了水進去 都是叫水險 水火險 這個都會包的 不過怎樣包的呢 你要賣 整個comprehensive all risk insurance 你包上一個殼 火險 自然會包上水險的 如果你要賣家居裡面的室內險 因為下雨水浸 之前的颱風浸水 有些掛筋 噴上來的 如果正式說家居保 是未必沒有的 不過現在買了銀行門 你做了案件 說是火險 那個水源已經包在銀行門 那裏保 所以你要賣哪裏的火險 是配備哪裏的東西 可以按摩 來吧 對